编曲 李宗盛 一个有三分之一人口 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国家 根据统计 在缅甸有超过30万人 仍饱受失明之苦 贫穷成为他们就医的最大阻碍 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就表明 超过80%的致盲眼疾 是可以避免及改善的 这次就和基金会一起前进缅甸 让缅甸的爱看得见 这次的国际旧盲专案 我们的目的地是缅甸北部的蜡序 专案共有三个项目 首先 我们要协助当地照明设备不足的学校 进行教室光线的改善 其次是执行学童视力检查 并直接帮需要配件的学童 免费验配眼镜 第三是与蜡序当地医院 洽谈弱势远急患者的后续治疗 与手术的合作方式 推动蜡序居民看得见的权利 台湾防茫基金会 在与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的合作中 于去年8月就曾到过蜡序 为当地华文小学安装照明设备 及进行田野调查 在蜡序 中文学校并没有政府资助 办学困难之余 学校的设备也都相当简陋 灯光不够亮 所以他们看书的时候 有些时候对他们的书抬得很近 让他们写字 抄写 写那些绳子 因为是灯光不亮 不够亮 所以他们就有那种 懒斗的态度 就不想写 不想做这样子 如果是有这个灯光很亮的话 就觉得感兴趣 就马上就老师要教他们做的一切 他们就会马上就会把它做好 不只学生看不清楚 照明不足也连带影响了老师的上课品质 今年二十岁的鲁孝兰老师所负责的幼儿班 正是在只有一支灯管的教室上课 在帮你的话比较暗一点 在后面的话又可能比较吃力 只要走来走去这样走动 如果老师在上面写的 如果你坐的后面一点的话 你视力很差的话就可能 没那么自信 然后写的时候的话就可能很吃力 有一些因战争或父母不在 而寄宿学校的孩子 若不是有老师们的无私奉献 可能连三餐温饱都会成问题 为了让贫困的孩子上学 学校会配合政府给予免学费的优惠 但仍然有许多家长经常找不出钱来 当地结局的经济状况 让村子另一边的果勋学校 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装灯 免费的学生是有150的我 这有学校来负担的 所以如果很隐重 所以他们13岁14岁完了 就不可以继续再读中学 为了家庭的关系 只好哥哥姐姐就到外面去打工 平均可以扯来是20万一个月的年度 爸妈父母亲支持他的弟弟们妹工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目前每间教室都只有几颗灯泡 照明效果非常不好 尽管如此 孩子就算发现眼睛看不清楚了 家人也筹不出钱来去配眼镜 全场都是免费四万到五万这样 还要家庭负担 还要配眼镜是做不到的 基金会将委托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 为当地学校装上崭新的灯 让孩子能在充分的照明下上课 希望他们不只能看见前方的黑板 也能看见更广更远的未来 为了更了解当地眼科医疗状况 我们现在要前往 拉去市中心医院 洽谈一些日后可能的合作方式及方向 医院他就是只有一位眼科医师 那他就要必须负责所有的门诊跟手术 那其实这位医师也很友善带我们去参观 门诊跟医院手术的环境 那可以很明显发现说当地的仪器设备 有一些其实是有点不堪使用的 比如说像他们的消毒剂 它就是会时好时坏 药品的补给里面也是供不应求 所以很多药品都是非常容易短缺的 平均每次看诊的时间 都会有50到60名的白内障病患前来就医 所以当地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那其实要做跟医院做合作 我们都需要透过跟卫生部的申请 以及洽谈 由他们核准之后 医院才可以跟我们做进一步合作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有一天 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合作谈成 然后真正去为当地的居民 做进一步的严苛服务 在之前执行的试筛活动中 我们发现了好几位视力不良的孩子 今年八岁的李凯默同学 就被怀疑离坏了近视 其实她是她自己本身不知道她已经有这个视力上面的障碍 但是经过测量以后才知道她是有视力障碍的 那么她是客亲族 又叫做警播族 那么她的家庭是比较贫寒 她父母呢出外打工 然后呢她就形成在家里面没有人照顾 就变成把她放到我们这边 中心的国人这边来 我们来替她们照顾这个孩子 不当是除了饮食可以养活 让他们能够健壮 也让他们在吃的这些食物上面 能够有精神体力 谢谢天父 我们承着感恩的心来 来饮用这些食物 奉耶稣基督圣明 吃完饭后 老师也带我们参观凯莫的宿舍 永生学校大约有60名的住校生 虽然都是简陋的两人一床 但凯莫却很喜欢和同学一起睡 也把自己的床收拾得很干净整齐 在去年才完成装灯工程的永生学校 要依靠老师的义务奉献 才能勉强维持办效 对于以往照明不足的情况 也是力不从心 每一个班级我们都是用一个灯的 我发完机机会的再来 然后把我们弄了一个教室一个灯 这个它的光度就比以前相对来说 就好很多了 对对对 不是好很多 是一级半的可以说 带我们来讲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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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前往的地方是离凯莫同学的家 他的家位在离蜡旭14英里外的村庄 目前就是爷爷奶奶跟凯莫住 那凯莫本身是在永生学校住校生 所以他不是每天都可以回到家里跟家人相处的 凯莫你开心吗 开心 那你认得路怎么走吗 真的啊 那你到了话跟我讲 那你到了话跟我讲 真的啊 那你到了话跟我讲 我们家就是开一个小杂货店 买一点日常用品和吃的来赚取收入 但其实根本就不够 所以凯莫的爸爸妈妈都要到中年边境打工赚钱才行 但他们已经去了五个月 都还没有办法寄钱回来 现在他们也刚刚知道 凯莫的眼睛有问题 力不从心 用我们音量力不从心 然后就是蛮不开心的 听到这个 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 因为就他们的陈述 其实他们的女儿也即将要上学 以及可能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状况 需要进一步去仰光就医 那这些需要很大笔的经费 家里的经济负担 也没有办法再多帮凯莫 多一点钱去做后续的年金的整治 那希望透过我们的专案 我们可以去帮助凯莫 希望可以减轻他家庭的一些经济负担 以及家人的担心 在缅甸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 能成功升上中学 大学的就学率更只有13% 受教育程度低 造成许多人只能靠打零工糊口 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看医生 另外传统和民性的思维 也成为就医的阻碍之一 根据观察 春情有些是和弱势的问题 他和弟弟每天都要步行两公里才能到学校 势力不良增加了他们穿越滇满公路时的危险 另外由于不能清楚地看见黑板上的字 也影响了春情的学习状况 很多时候他们生病啊 他们可以救这个无死啊 做什么搏击挂 我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先看医生啊 这是不行的 我会告诉他们 对我而言会觉得说 我们都知道这是迷信 可是当地人是非常相信这样子 他们反而是会把这个当成是他们不愿意去治疗的一个原因 那像我们遇到那位奶奶 她就是因为她眼睛之前已经出现不舒服 可是她去算命的时候 那巫师就跟她说 是她的命运让她变成这样子的 找东西看市卦吗 看市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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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加就是说 因为茶池保身的嘛 这些都是神告诉的 被人老嘛 不因为茶池被人老 省加的话收下个人嘛 蛮普遍的 因为我们是不懂 然后不明白 更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所以话才没有特别的会有所关注或在意啊 那现在我们有方文机会 刚好有介入 有做这样的工业 至少就有部分的人慢慢已經有了解 一些知識才掌握 我覺得很高興緬甸華人教育服務團 可以有機會跟台灣防忙基金會合作 那當更多力量一起加入的時候 就會讓人覺得這份工作的未來展望 或者希望都非常的強烈 這樣 OK Yeah 或是怎樣 那麽 這個壁也真的不錯 那麽 這個壁也真的不太厲害 而且那麽 能不能不能 其實あぁ 那麽 能不能 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